这个像抹布一样的东西是生产糖时剩下的边角料 工人将边角料全部投进了投料口 这家工厂从1847年开始生产糖片 而且175年来使用的配方几乎没有变过 工人在糖粉中加入了粉红色素和薄荷香精 接着加入了定量的玉米糖浆和植物胶做的粘合剂以及明胶 搅拌大约8分钟后要检查糖团的软硬度 如果不够粘稠的话还要加入更多的粘合剂直到软硬适中 现在工人将搅拌好的糖团放入压面机 这是糖片生产线的第一站 现在生产的是甘草味的糖片 工人把大块的糖团分解成小块放进投料口 这时压面机会将糖团挤压成糖片 而剩下的边角料会沿着滑槽重新掉进这里再由工人放进投料口 现在糖团被滚轮挤压变成了2.5厘米的片状 然后又被另一个滚轮挤压成了更薄的片状 为了防止糖皮粘连在机器上 工人必须不间断地在糖皮上面撒上大量的玉米淀粉 随着机器转动 糖皮源源不断地从挤出口挤出来 接着上下跳动的模具会将公司名称印在上面 然后切割机将糖皮切割成圆形的薄片 这台切割机每分钟可以上下运转180次 当糖片被切割后会掉进钩槽下面的传送带上 而剩余的糖皮会重新回到投料口处 现在糖片即将进入65度的多层隧道式干燥机 这个绿色的是莱姆口味的糖片 在这里缓慢流动一个小时后 糖片的湿度降低到了原来的50% 现在干燥完成的巧克力味的糖片掉落到托盘中 接着工人将糖片放进干燥室 直到湿度降低至0.75%到1%之间 等到干燥完成后 工人会测量压碎糖片所需的力道 以便测试糖片的软硬度 现在五颜六色的糖片从干燥室移出后 送到了包装车间 这时糖片井然有序地排着队进入到倒槽 接着工人拿起两条的分量 放在了隔壁的输送袋上 然后由另一名工人挑出破裂 或者有瑕疵的糖片 现在包装机将整排糖片包裹了起来 这家公司生产的每一条糖片重57克 每个零售盒中会装入24条 除了传统的综合口味 他们还生产巧克力糖片包 等八种不同口味 虽然制作过程逐年现代化 但从1847年开始 他们的配方几乎没有变过